你好 欢迎你 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孟凡京 大家都叫我京京 我来自河北苍州 32岁了 身高只有一米一 你就是平常走路啊 这个行动方便吗 还好 因为时间长了 我的腿会发麻 那要不我们坐下吧 好 身体是怎么回事呢 我的身体是袖珍 猪乳症 遇传了我的母亲 我的妈妈身高一米二五 她也是一个残疾妈妈 我底下有一个妹妹 非常健康 因为我的爸爸非常健康 我的爸爸是一米七左右 特别爱我和妈妈 什么时候发现 自己和别的小朋友 不太一样的 大概快上学的时候 好多老师看到我这样 他们不收我 你七岁时候 是比别的小朋友 要挨半头 等于我的身高 定数在五岁 六岁 我当时也挺难过的 因为这样爸爸也四处地 给我找学校 后来等到十岁的时候 和妹妹才一起上学 这样有个照应 对 和妹妹在一个班 说实在的 那时候心里挺自卑的 因为妈妈每次都能给她 买到漂亮的衣服 然后然而也会给我买 因为自己身高的缘故 穿不了 有时候参加六岁儿童节的时候 我也想站在台上去表演 让父母感觉 感到骄傲 可是因为自己的身高 原因 服装不能跟大家太统一了 每当这时候 自己都会躲在墙角阔的 会去难过 也会去哭 所以小时候一方面 努力学习 想给父母争光 对 一方面其实心里 总会断不断很难过 因为我的腿生下来 大概都两周半了 我还不会走路 爸爸倾尽家里所有的钱 为我赐出血运 我也珍惜对我爸爸 对我的父爱 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 就是以好好读书 去报答父亲 可是命运很不公 04年的冬天 爸爸突然因为心梗 离我而去 当时我就感觉 整个天都塌下来了 那时候的我 已经毕业了 学业非常好 考上了我们 那最好的一中 因为爸爸的离弃 没有钱再供我上学了 上学的路就断了 我拿着通知书 我哭了三天 跟妈妈说 我说我不上了 我知道爸爸会 因为我这样的选择 他会很伤心 但是我没有办法 因为妈妈也已经尽力了 当时你十五六岁 对 妹妹十三岁 对 那妈妈也身体也不好 怎么养活你们两个啊 因为我也是残疾 妈妈也残疾 妈妈一年多支撑不住了 她改嫁了 爸爸 后来这个技术啊 对 她多多少少给予 帮助一点 因为我后来选择了 又学的一手技术 就是电脑 办公应用 还有广告设计 所以其实妈妈后来改嫁 也是为了 对 生活多少能有一点保障 所以有了手艺 咱是不是就能养活自己了 对 两年多的努力 没白费 学校给我找了一家福利企业 我就终于可以养活自己了 被自食其力了 拿着二百块钱 我跑回家 妈妈 我终于以后不用 让你觉得我成为你的负担 我可以养活你了 工作解决了 收入有了 那后来成家了吗 成家了 可以说爸爸离去以后 我感觉就是我最不幸的事 但是他的出现 我感觉不幸中 我又幸运 又变成了最幸福的人 对 我们赶紧请出晶晶的丈夫 欢迎您 您好 您好 你们俩身高 学书好大 是 你老公多高呀 他一米八五 我一米一 我们俩相差75公分 老公还挺帅的 谢谢 但是也是有一些肢体的惨障 手势怎么回事 这04年工厂一事意外 就是粉碎机脚没了 当时也挺痛苦 他还年轻 还小那个时候对吗 对 那会儿是刚18岁 18岁 对 所以人生也是突然发生了大的变化 那后来你们是在这个福利工厂认识的 对 是啊 那就是谁先追的谁 他当时他追的我 因为我那时候负责就是库房 就挺技价啊 还有数据统计 那时候他也挺不错的 还是生产部的一个长长 那会儿说 在一起上班嘛 就每天都见面 晚上没事发个短信嘛 就说 我喜欢你 这来看 那老公还挺直吧 对 当时我就说 开玩笑吧 你们是不是今天又喝酒了 又没有 喝多呀 你快早点睡吧 因为他那天 发短信的时候 大概是九点快十点了 你都不相信是吗 对 因为他那时候 一米八五的个子 然后爱穿着一身西服 然后头发可油亮了 挺帅的小伙 对 然后我就没有当回事 后来呢 他就平时没事的 他还老去我的工作岗位 去打扰我 就说 打扰你 对 他那时候就比以前更频繁 我就感觉那样的话 我都弄得不好意思了 那什么时候正式表白的 你正式答应了呀 我跟他谈了一次 我说咱俩不可能 好多年 一是你那么高 你父母也不同意 二是你那么远 他东北我喝呗 我说我父母也不可能愿意 他当时没有说话 他就默默地对我好 然后不是给买点吃的放呢 哎呀 我说咱也觉得不好意思 他给我买 我就给他还回去 他好像觉得我已经的 大概半年的时间 尤其那冬天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工作服 都在更衣室里换 不许穿到宿舍 他就看见脏了 他就给我洗 然后还拿凉水 记得有一次 他那个手没有血脉的 就是冰凉冰凉 冻得通红通红 我下班很晚 我一看一打开 洗那个洗衣间 我一看你在干嘛 在洗我的工作服 多好呀 对 默默地 还有后来就是有一次 我们工厂里组织去旅游嘛 旅游大发车比较高 说实在的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出去旅游 我上车不好上 他就毫不愿意去抱我上去 然后有时候去爬个小山洞的 他就给我把我拽上去 就是各种对我好 就那一刻就好像被他着迷一样 突然间就心就乱了 突然间就爱上他了 对 我就感觉 他不会向人家说 哎呀你好漂亮呀 他不会去夸我这些 他就很简单 就用行动来去 每次我下班晚的时候 他会把饭早早地去 和我打上放在那儿 然后就走 我就说谁打的 其实后来好多同志 你傻呀 除了他还有谁给你打饭呀 就这样一而再三的 我感觉就是爸爸离去 没有一个人再这样 关心我 疼爱我 你们俩谈了多久恋爱 决定结婚呢 谈了五年多 五年 谈了那么久啊 压力都不同意嘛 就是说那么小 那以后怎么过啊 他将来没办法互相照顾是吧 是 我母亲也是不同意的 他一直守 将来你看做饭也得要我去做 洗衣服也要我去洗 谁说的人家都给你洗工作 是呀 我跟他们说 所以他们好像都不相信嘛 那后来怎么说服这双方父母呀 不会是偷偷领了这儿的吧 当时我们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他拿了仅有两千块钱 然后从他家里跑出来 我也跟母亲说了谎 我也逃出来了 我们俩私奔了 可以这么说吧 我们就跑到了北京 工作找不到 钱也快花光了 一看没有办法 我们俩就开始减废品吧 但刚开始挺不好意思的 白天有时有人的时候 我们都 哎呀 多多 等到中午没人头 大中午不管多热 我们就一个垃圾桶 一个垃圾桶的 去减矿泉水瓶子 他骑着三轮车 我坐在三轮车上就这样 然后房子租的是漏雨的 只要能睡就行 吃的就是每天一人一个馒头 有时煮瓜面就倒点醋或酱油 没有卤 没有菜 那后来什么时候好起来了呀 减了有三个多月吧 各位也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老公就是他就看门位 大概一个月不到一千块钱 最起码我们还有一定的 可以说稳定收入 我就在人家一个工厂里做手工 下了班以后五点大概六点 我们又去批发菜水果 去夜市去摆摊 那个过程肯定很艰辛 我特别想知道 你们咱够多少钱呢 就有底气跟父母说 我们俩要结婚了 父母逼得也紧了 因为我们俩随着年龄也大了 他们感觉你们在这 就好像他们用身体来威胁我们 怎么威胁啊 就是说我们生病了 你们必须回来 就是不想你们在一起 也不想你们在被逼飘 虽然那么多年了 但是他们还是 后来我们就说 我们俩结婚吧 有多少钱算多少钱 四五万吧 那不错了 是吧 对对 挺值兼用 我说不拍婚纱照 也不想什么也不做 只是领个证 但是他不行 他说人生 请不hertz 我们下期 Sud 老公在上班 他那时候挺忙的 我没有叫他 我自己一手打着伞一起推着车 等到到了医院之后 孩子推了推草药 回到家以后 我的衣服已经淋湿透了 等到下午 孩子已经什么没事了 可是我已经病了 当初我烧的 我都自己都不行不行的 老公回到家 看到我躺在床那一刻 他也哭了 他说老公你太幸福了 我说我不幸福 为了孩子我知道 因为现在孩子走到哪里 他都会说 这是我的妈妈 每次都是我自己接受 你们两口子会吵架吗 有时候也会吵架 家里边谁做主啊 他说 吵架的谁先道歉啊 我先跟他说吗 你道歉 对 因为我看出来 你们家呀 大事小情 都是媳妇做主 老公又负责出去挣钱 挣了钱还得交给媳妇 是吧 然后媳妇统一安排 但是合作愉快 你也愿意被管 是吧 愿意 还挺喜欢吃的 对对